如果我们看回联储局的收水时间表 或者接下来的加息时间表是怎样 对今次我们或今日的国际金融股的股价向下跌 其实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呢? 是否有关呢? 因为看回你刚才说了 友邦跌2% 渣打跌近4% 汇控就好些了 黄理金融也要跌1%以上 先看看友邦 只是跟本身股份的基本因素有关 友邦下个星期五就会公布个季节 开始也有些大行就出个报告去预测 但似乎就不是太乐观 特别是大家的关注点 都是看回新业务价值 第三季有机会是会放门到单位数 主要就是受到疫情影响 只是执着新业务价值变动来说 其实就没什么其他的焦点 新业务价值 如果我们看是有增长的话 其实是否应该算不是太差呢?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年初 他公布全业务价值的时候 是六得上市而来的第一次倒退 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才看到新业务价值 就恢复增长 甚至更好过预期 新业务价值是否第三季 我们唯一拿着来看的关注点? 其实从保险股来说 倾向上都会看新业务价值 最主要就是考虑 它现有的保单来说 就是那个断单率有多高 如果断单率是比较少的时候 相对上就会对应 所以保客继续不交保费 就会产生到新业务价值 就会比较上是理想一些 我想市场去看的时候 可能第三季就是 香港以至到内地 可能经济表现方面 都比较差一些 加上令到一些整改的气氛 如果有帮在内地的保险业务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瘦阻 这些都是存在着一些变数 再加上第三季 就是内地的经济增长的时候 就只有4.9% 都是比较差一些 所以新业务价值 大家去看 都会比较普手一些 第三季股的时候 就是那个增长 就介乎是3%到9%之间 中位数就大概是增长6% 所以就不会个数字很大的 可能因为这个消息 都会影响今天的股价表现 但是如果看新业务价值 其实主要来说 要看一些业务 比如东南亚的新业务价值 其实去年占比 就叫做最大份 3.3% 但是内地其实都是差一点 占了3.2% 我们香港就从内地未通关 那是不是有帮新业务价值 中期来说 其实都会继续受压呢 东南亚那里 现在其实都未通关 虽然我们看到 譬如像泰国那样 近几天都会放宽 一些外地旅客 去防疫的限制 但是是不是说 即使我们要看着 新业务价值 或者通关的情况 就只能够 看基本因素影响大些 就一定要看着通关呢 这两天其实都有些消息 譬如高盛就估计 可能下年第二季通关 今天有些消息就说 我们香港这边 有机会就是 那个同内地通关 讨论已经是进入最后阶段 就是看航空股 比如国泰 今天其实都是有个组段 都是借这个消息的事项商 是不是要看着通关因素呢 通关因素呢 就相对上都会比较关键一点 如果是真的成功到通关的时候 就无论是金融类股份 以至到是一些零售类股份 都会是预期有一个 显著的提振作用在这里 对于保险业来说 始终保费收入 内地人的佔比方面 傾向上都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绝对是会刺激到 有帮那个股价表现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过 新业务价值的时候 某程度上就是 这个保单 头那两年 它暂时就未回本的 第三年开始 才是产生到 一些的 那个盈利给那间公司 以至到是 那个现金流有一个 正的增长在那里 这个才是一个 新业务价值 现在暂时我们看回 现阶段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是会带动到 它那个新业务价值 就未必是说 这一两季的事 可能已经是在说滞后一些 是在说一两年后的状况 暂时来说 就未必是考虑这个因素 来做一个判断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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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